1月2日 NBA常规赛结束了一场 令人比较意外的比赛 篮网主场迎战快船 对手没有莱昂纳德、保罗·乔治、巴图姆和小莫里斯等人 属于是残阵出击 而篮网除了没有欧文和乔哈 几乎是全员出战 而且是主场作战 莫杰篮网一度领先两位数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快船在曼恩、布莱德索的带领下强势反扑 击败篮网 报了前段时间输给对手的一箭之仇 也是2022年第一个大冷门 比赛结束之后 篮网第一次迟到了连败 这样本赛季没有连败过的球队 只剩下勇士了 那时接受采访的时候直言 我们放慢了油门 我们活该 Why go to the desert 杜兰特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我们太松懈了 就像教练说的 我们不配赢 我们带着那种 觉得自己尾赢的SB态度上场 希望这场输球能让你至少寄到明天 如果这么输都让你无所谓 那你该照照镜子好好看看自己了 哈登赛后采访表示 这是一场艰难的比赛 一场令人沮丧的失利 米尔斯的泛满离场 让快船对我和杜兰特施加了更多的压力 但我不确定这与篮网队的其他问题相比算不算是个问题 这场比赛篮网的输球却是令人比较意外 杜兰特最后时刻两罚中意很尴尬 而球队也有明显的轻敌 尤其是在比分领先 同时前场篮板占据很大优势的情况下 他们放松了警惕 最终主场输给了残阵出击的快船 确实很尴尬